华国锋是毛主席指定的接班人 在毛主席去世后 华国锋挑起了大梁 带领全国人民打倒了四人帮 恢复了国家的正常秩序 在这之后 华国锋成为了人民的英雄 更同时担任了国家主席 国家总理 以及中央军委主席 三个中央最重要的职务 然而在1980年 华国锋却卸任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 大家知道这是为何吗 摆动一下华国锋 了解更多相关信息 华国锋是毛主席亲定的接班人 他就新中国于大厦江青之际 对国家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此在四人帮被捕后 国家重新恢复了正常秩序 华国锋也真正的迎来了 自己的事业顶峰 1976年9月 毛主席逝世后 华国锋被中央政治局 推选为党中央主席 国务院总理 中央军委主席 及党政军三项职务为一身 这样的任命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 就连伟大的毛主席 也只是同时担任过 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两个职务 并没有兼任过总理一职 职位越高压力越大 更何况一下子担任了三个最高职务 华老的压力有多大 可想而知 毛主席去世后 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事方针 凡事毛主席做出的决策 我们都坚决维护 凡事毛主席的指示 我们都始终不渝的遵循 从现在来看 这个方针无疑是错误的 他无视了人民的意志 也背离了历史的潮流 尤其对于不乱反正 处理左倾错误上 造成了极其严重的阻碍 两个凡事方针 也在后面的会议上被纠正了 但我们也要考虑到 当时的特殊情况 两个凡事是华国锋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提出的 主要是针对一些 社会上对毛主席不好的声音 关于这点 不仅是华老不认同 中央的全体干部 都是不认同的 因此华老才会提出 两个凡事方针 方针的初衷是好的 但错就错在 两个凡事太过绝对 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 就如同任何人都会犯错误一样 我们要辩证的去看待问题 继承优良的 摒弃不好的 这是华老做的不够 考虑的不妥的地方 再有就是 国家经济的问题也很棘手 十年动乱期间 国家经济几乎陷入了停摆状态 因此在粉碎四人帮后 中央第一时间要做的 就是恢复发展经济 华国锋提出了 大干快上的口号 想要搞特大跃进 例如在1978年的一次会议上 就定下了很多具体的目标 包括1980年 要实现农业机械化 1985年 粮食总和要达到8000亿斤 钢体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 等等等等 这样的指标 别说农民觉得玩不成 就连邓公也感叹的说 指标大的吓人 根本办不到 如果说管理国家 管理中央 话老还比较在行 那么在军队管理上 话老却是没有那么多经验的 华国锋虽然也经历过战争年代 但毕竟年龄较小 加上主管的都是些宣传正攻工作 对于打仗 管理军队经验 还是有所欠缺 1980年 中央在多方面考虑下 与华国锋进行了谈话 华国锋很平静的听完了 他虚心接受了中央的批评建议 并在这之后 正式辞去了总理一职 交由赵紫阳继续担任 次年6月 华国锋又辞去了中央主席 军委主席两项职务 转而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副主席 多年以后 有人询问华老 当初为何要主动辞职 华老笑着说 我辞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我年龄大了跟不上了 这么重要的岗位 应该留给更年轻 更有想法的年轻人 党只有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 国家才能跟进时代的步伐 华国锋的回答令人泪目 他在国家危难之际 挺身而出 又在圆满完成任务后 功成身退 这样的心胸和气魄 令人尊敬 让我们向永远的华主席致敬 你对华老主动辞职怎么看 欢迎在评论区互动 我们下期再会